如果在台北或纽约街头 看见一群羊在吃草 会不会觉得很新奇呢 在巴黎街头就出现了这样的特殊情景 市区公园变成了放牧区 绵羊在草地上走动进食 牧羊人透过这个活动 希望政府能够重新思考 让农场动物回到城市 并融入其中的可能性 建构出充满生机的绿色都市 牧羊人带领羊群移动 温馴的绵羊在后面顽部跟着 巴黎市区的公园变成仿牧地点 25只饥饿的绵羊在绿地上开心吃草 这都市里难得一见的奇景 吸引众人的目光 其实这些动物离开都市 才不过40年的时间 这些动物在城市 这些动物在城市 是一个四十年之间的东西 城市在城市都被吹吹了 小时都被吹吹了 它们也被吹吹了 而且这些动物都被逃亡 所以这些动物在城市 没有新型的动物在城市 这些动物在城市 牧羊人预计花费十一天的时间 带领绵羊们走过巴黎地区 三十四个城镇 希望透过这个方式 鼓励民众和政府思考 将农场动物 重新融入都市生活的新模式 活动从7月6号开始 预计十一天后 在爱菲尔铁塔前的特罗卡德洛广场 和赛难河畔结束 期待未来能有人与动物共存的 围森都市 点花瓶 云小时 评论 你 你 他